4分钟带你了解台南市房屋税 台南市的房屋税在105年正式公告调整 房屋税新制施行已经迈入第二年 或许你还是对于为什么要调整 调整成啥样子 调整后增加的税收又要用在哪里 充满疑问 没关系 邀请您花个几分钟 一起来了解台南市房屋税现在的样貌吧 话说 台南市上一次的房屋税调整是在民国期13年 经过了34年的岁月 物价早就几天起笔 如果再继续用当年四楼透天错 每瓶不到9000元的造价来计算房屋税 本质上就不太合理 再进一步想想 这类一瓶要加上百万的豪宅 还在用老扣扣的房屋就造价来课税 这几乎符合现实原则 也谈不上公平 安捏母趟哦 更更更重要的是 一个城市要好好发展 需要有健全的税制 房屋税调整后增加的一些税收 市政府主要会用在台南市2到4岁的幼儿教育补助上 从投资 照顾小市民开始 让我们的城市发展更棒更好 为了说服公平与城市发展 房屋税调整真的是有需要的 而比起台北市 新北市 高雄市和桃园市 从104年就已经陆续调整房屋税 我们台南市一直到106年 才正式以新制课税 是五都中最晚开始的 此外 我们也没有一口气就调满 第一年的调幅更是五都最低 还有还有 台南市的房屋税调整 是从106年度开始分成三年缓缓地涨 而且实际调幅都有依据房屋年限做折旧地减呢 总之 台南最慢调整 调幅最低 冲击最小 真心不骗 是减轻民众租税负担的贴心做法 那关于调整房屋税所产生的争议与质疑 不管是行政程序或法令原则 经过台南地方法院的两次判决 都认定台南市调整旧房屋标准单价是合法的 首先 旧屋标准单价调整 是台南市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按照房屋税条例 第十一条规定重行评定 程序上并无瑕疵 也没有违反租税法定原则 以及法律保留原则 有一些民众以为新智上路后还得补缴往年的房屋税差额 事实也并非如此 台南市在105年调整房屋标准单价 并从106年开始课征 这次调整的效力发生在将来而非过去 同样没有违反宿及既往原则哦 所以啦 台南市的房屋税调整 真的是依法行政 也合情合理 税金支出增加 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不开心 但其实影响比你想象得还少呢 根据统计 107年台南的房屋税缴纳税额超过100万元的有417户 但大多是企业法人 占整个台南房屋户数的0.06% 税金则是总额的21% 而有6成多的户数 今年房屋税金额低于5000元 此次的房屋税调整 总共影响111890户 大概是台南市房屋总户数的一成多 这当中有14197户是自住户 在108年 预估每户平均增加960元的房屋税 为台南市增加大约1亿元的税收 另外还有7693户 包括企业营业用或出租用的非自用房屋屋主 则会为台南新增大概3亿元的房屋税税收 也就是说 比较有钱的人会缴纳比较多的税金 这才是税付公平 刚刚有提到 调整后的房屋税税收 主要是用在我们的子儿戏小身上 讲到这里 相信你对于台南从106年开始实行的房屋税 新制已经更有概念 更重要的是房屋税的评估标准会依实质疑 依据房屋税条例第11条规定 公告后的法律效力13年 透过更实际更公平的说服机制 一同建设美好的大台南